很多人喜欢当演员,一方面是因为演员可以受人追捧,另一方面是因为可以饰演不同的角色,体验不同的人生。 但是做演员并不意味着尝试所有角色,比如一些颜值普通的女星饰演第一美人,那就有点不太合适了。 这样的例子在以往的影视剧中不在少数,这里是八爪鱼,天天把明星拯救不开心,这集就让我们看一下那些长得不行却硬拗第一美人,惨被女配碾压的女星。 天天盘明星拯救不开心 一,张颜眼,武林外事 武林外事这部剧播出至今已经有许多年了,但是大家依然很喜欢,关于这部剧大家最喜欢讨论的,是水浪究竟是爱白飞飞还是朱七七? 这部剧中的朱七七由张颜眼饰演,朱七七的角色设定是个刁蛮可爱的第一美女,但是大家看到张颜眼的扮想之后, 并没有感觉到她有多美,张颜眼在这部剧中还扮演了朱七七的母亲李妹娘,有些人感觉李妹娘要比朱七七漂亮一些,其实张颜眼的长相有一点偏老,她饰演的朱七七是一位少女,但是在剧中少女感并不是很强,反观这部剧中,王颜饰演的另一位美女白飞飞,才让人过目不忘呢。 王颜的颜值很高,她的古装扮想都很美,像《还珠格格》中的秦格格,《无敌县令》里的林香,都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这部剧中的白飞飞一决也成为了她的经典角色,许多人看了这部剧之后说,张颜眼饰演的朱七七被王颜饰演的白飞飞抢了风头了, 不得不说大家还是更喜欢白飞飞一点,现在张颜眼还偶尔活跃在屏幕上,不过已经出演一些母亲类的角色了,真是岁月不饶人呀。 2.王洛丹 魏子夫 王洛丹这位女演员想必大家不会感觉到陌生,她是赵宝刚导演的玉佑妮主角,此前她主演的《奋斗》《我的青春谁做主》《赌来来生之境》等口碑都不错。 2013年她主演了电视剧《魏子夫》,在里面饰演汉武帝的皇后魏子夫。 魏子夫这位女性在古代十分有名,虽然她是以优良的品德应得汉武帝的恩宠的,但是她能够进攻,颜值自然也是不俗的。 但是王洛丹饰演的魏子夫的扮相就有点一言难尽了。 这部剧是她第一次出演古装剧,不过她的古装造型并没有抓住大家的心。 这部剧的剧照出来后,大家一直在吐槽她的造型,都没有剧中的其他女配好看的。 剧中的她,梁冰总是有着厚厚的头发,本来她就不太适合古装扮相,这个造型的加持让她显得更丑了。 饰演过魏子夫的女明星有很多,比如王林、宁静、张萌等,她们长得都挺漂亮的,也难怪有人说王洛丹是最丑魏子夫。 看来,王洛丹还是比较适合那种干脸活泼的都市女孩,不太适合出演古装美女呢。 三,郑嘉欣,小李飞刀。 1999年,根据古龙经典的武侠小说改编而成的电视剧《小李飞刀》特别受大家欢迎。 现在来看这部剧依然是很吸引人的。 这部剧中的俊男美女特别多,曾经不起眼的配角现在有很多已经成为很知名的演员了。 在武林的天下就有第一美女,这部剧中第一美女是由郑嘉欣扮演的,在剧中叫做林仙儿。 她在剧中的设定是一个风华绝代又有点风骚的女人,很多英雄豪杰都喜欢她,而且她也很乐于凭着自己的魅力来吸引各种男人。 虽说是第一美女,但是大家看到郑嘉欣的扮想,并不会让人感觉到这就是第一美女。 其实这部剧中的很多其他女性角色貌似更漂亮。 就拿肖强扮演的林诗音来说吧,可能很多人会感觉林诗音才是真正的第一美女。 肖强这位女明星真的很美丽,被称为台湾第一美女。 在这部剧中,她确实要比郑嘉欣饰演的领先而更漂亮。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部剧中还有贾静闻于飞鸿出演呢? 他们两个人也是大美女,郑嘉欣这个第一美女看起来还没有这几个配角漂亮呢。 如果当时有这几位女配角饰演第一美女,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效果。 4. 陈妍希 神雕侠侣 神雕侠侣是金庸十分经典的一部武侠剧。 这部剧可没有人敢轻易出演,因为它在大家心目中的分量是很重的。 这部剧中的小龙女角色是金庸武侠小说中很让人喜欢的一个角色。 小龙女的角色定位是仙气飘飘,不食人间烟火的。 女明星出演这个角色也会有一定负担的,因为大家对这个角色的要求太高了。 在许多版神雕侠侣中,让大家吐槽最多的应该就是2014年陈妍希版的小龙女了吧。 陈妍希在这部剧中的形象真是让人大跌眼镜。 她的圆脸其实不太适合古装造型,更别说是仙气飘飘的小龙女了。 她的造型出来后一直被大家吐槽,说是像插了两个鸡腿,毫无美感。 没想到她成为了全剧最丑的女生了,因此大家也就直呼她为小龙包了。 相比前面级版的小龙女,差距真的是太大了。 看着李若彤和刘亦菲饰演的小龙女们,她们各有各的特色,但是都挺美丽的。 而陈妍希版的小龙女真的堪称毁童年,这部剧估计也成为她演艺生涯中的一个黑点了。 陈妍希此前在青春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中,出演沈嘉宜这个角色备受好评。 但是没想到,看完小龙女造型之后,大家对她的清纯滤镜都碎了。 看来,女明星在选角色的时候还是要谨慎,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五,吴晨君,风云雄霸天下。 风云雄霸天下也是一部特别火的电视剧,这部剧播出至今已经有20年了。 想必,当那熟悉的主题曲响起来时,剧中的一幕幕又会很清晰地展现在大家眼前了吧。 这部剧中出现的角色挺多的,而且美女也很多。 台湾演员吴晨君在这部剧中扮演了孔子这一角色。 孔茨是天下公会的婢女,从小和聂峰,不经云,情双等人一起长大。 后来,熊爸为了离间他三个弟子之间的关系,就设计把孔茨嫁给了情双。 这个角色的设定是一个很漂亮的女生,但是吴晨君的扮想一点都不好看。 吴晨君的脸有点长,嘴唇也挺厚的,出演古装剧真的不占优势。 再加上,在这部剧中的启发造型,更是让她的形象大打折扣。 她在剧中梳着很多小辫子,头上简直就像插了两根筷子。 她在这部剧中还饰演了孔茨的妹妹丁宁。 这个角色的造型和孔茨没有太大差别。 而剧中,其他的女性如田丽饰演的颜吟,江祖平饰演的优弱,蒋晴晴饰演的迪儿梦等等,都堪称绝世美人。 这部戏出来之后收视率很高。 秦海露在影视圈里算是一位实力派的女演员。 她很早之前就获得了金马奖最佳女主角,也获得过金像奖。 她出演过许多电视剧,这些电视剧的口碑都不错,她的演技备受称赞。 在美女如云的娱乐圈里,秦海露的长相并不算很出众,她的现代装也不算很好看,但是比较有气质。 可是当她出演第一美女的时候,就有点一言难尽了。 2003年,她主演了古装电视剧《丽姬传奇》,她在这部电视剧中饰演了古代美女丽姬。 这部剧中还有邱星智、段奕红等知名演员,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最终评分并不高。 秦海露的长相一点都不符合古代美女,在看这部剧时,观众毫无代入感。 这是她接拍的第一部古装剧,在拍摄这部剧时,她非常用心,每天睡的时间很少,而且在武打戏中也没有用提升。 但是一部好剧的呈现光靠努力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塑造的人物形象,得让大众喜欢。 观众们在看这部剧时吐槽不断,一方面是因为秦海露饰演的这个角色,人设不讨喜。 再者就是她这个扮相有点丑,她曾说拍完这部戏之后,可能再也不会出演古装剧了。 12.杨军军 西门无恨 西门无恨是台湾女演员杨军军,根据好友古龙的蚕书自导自演的一部电视剧。 杨军军和古龙的关系特别好,她曾经拍摄过古龙的许多戏,塑造了很多家喻户晓的角色。 不过没想到,西门无恨这部电视剧会让她晚节不保。 当时,古龙已经生病住院了,杨军军为了完成她的心愿,就打算由自己把她残留的这本书写完,而且还出演了剧中的女主角西门无恨。 在剧中,西门无恨这个角色是16岁的少女,但是杨军军在拍摄的时候已经36岁了,而且她保养的也不太好,看起来更显老。 与当时的年轻小生焦恩俊搭档起来很有违和感。 她在剧中溜着奇刘海,脸看上去松松垮垮的,一点都不像一位美少女。 尤其是她穿着一套粉色的衣服,搭配着粉色的头饰,这个造型可以用辣眼睛来形容。 出演了这个角色之后,她的负面评价多了起来,大家还叫她西门大妈。 本来这部剧是杨军军对古龙的一个承诺,可没想到会是这样的风评。 可能该角色也成为了杨军军不想再提起的一个角色了吧。 女明星们选角时还是应该慎重一点,长得不行硬拗第一美人就有点不太合适了。 除了会被女配碾牙之外,最主要的是可能会成为自己演艺生涯的一个黑点了。 到时想抹去就不容易了。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欢迎在下方的留言区讨论哦,我们下期影片再见了。 今天被领储咪及带了期间,我们下期影片了,们下期影片。 做好,我先以后有时间接着这个。 请留下来得及时期间,我们下期影片完绡。